hello 大家好 我是瓶子 现在来到白寺这边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长得太旺盛了 19年种的 现在21年 3年了 一棵树这么大 基本上上面的土壤子一般我们都会剪掉 这个是刚才剪了一部分 准备拿去牵插 剪它的枝条 7年的话也是 祖国没有成功 也是这么大的时候就掉了 跟这里这么大 这个球这里 然后可能是石森苗吧 祖国不太好 这些小一点的就是价值 这种小一点的就是价值 但是旁边这种是石森苗的 石森苗长得特别旺盛 目前上面的那种 我们都有一般都要剪掉才好 因为它都是内堂枝还有锤枝 锤下来这些枝条才会开花结果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弄 它石森苗长得太旺盛 大家看一下这个 目前我们有剪了 好多枝条 这也是刚才剪的 然后旁边是以前种的那个 妈咪果 以前是竹子这么高 现在已经长有一半了 有一米六 以前才五六十公分 八十公分左右五六十公分 现在已经有一米 一米到一米半 一般你要打顶它 它会出这个分数 它会多一点 大家看吗 这个七年种 当时我们就会打顶在这里 我那个买的苗就比较高了 要打顶之后 它才分三个叉子 后面我们再打顶 它分三四个叉 每个枝条再分三四个叉 也就有十二三个枝条了 所以你再打你再分 妈咪果就这样 然后这个白色呢 就是土长的上面一定要剂掉 剪掉 让它垂下来的这种 然后今天呢 咱们主要是来看一下 这个白色跟那个妈咪果的长次 还有再剪一下这个牙条去掀插 今天咱们就介绍这么多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不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